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是第一大谎言 是第一个 因为那个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 中共国就拿了百万人的生命去扯了一个世界大谎言 也骗了我们这些人几十年了 然后呢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自己是 就是说我对从一个所谓又红又专教育的人 然后怎么样变成一个厌共反共的一个人 这个韩战的历史呢 是一个我可以说我第一个认知到 原来我们心目中的伟大共产党会扯这么大一个谎 而这个谎呢 既然是一百万人生命做代价的一个谎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开始怀疑共产党的所有的 他所讲的所有的事实 那这一点呢 大家可能如果是在接受中共国的历史教育 当然我们会把 我现在所讲的韩战 当然我们在宣传上我们叫抗美援朝战争 是吧 熊啾啾气昂昂 多么正义的一场战争啊 然后这种这么正义的战争实际上它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非常肮脏的东西 首先这个战争的动机它就是一个不正义的战争 然后我们的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呢 抗美援朝是因为美国侵略朝鲜 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和当年的苏联共产党 在宣传共产党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过去帮助朝鲜人民去抵抗美国的侵略者 是这样一个逻辑 而实际上真正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 真正的事实不是这个逻辑 真正的事实是北朝鲜金日成政府 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先讲讲 在这之前其实是南北朝鲜已经是分开的了 就已经事实上是两个国家 这一点是前提 然后呢金日成政府呢 就是说他自认为他当时的经济比较强盛 他的军力比较强大 然后呢他就想去统一 所谓的统一 然后呢他去侵略南朝鲜 当时的南朝鲜呢 是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 他的军力上呢 就是他的当时的南朝鲜的部队呢 也就是警察部队而已 他没有一些 就说没有什么实力能够去抵抗的 然后呢他就向联合国求援 那联合国呢就组织了22国联军 那这个22国联军呢 就在登陆 帮助南朝鲜抵抗 就北朝鲜金日成 朝鲜人民军的侵略 是这个逻辑 是这个事实逻辑 但是呢在我们的所有受到的教育里面呢 都是说美国侵略朝鲜 然后我们去帮助朝鲜人民去抗击美国 是这个混乱逻辑 然后这个整个的就这个战争的前提呢 首先就被中共完全的歪曲了战争的前提 事实是吧 我们讲成了抗美人潮 而实际上呢我们是去抵抗联合国的盟军 联合国盟军当时是正义之师 就等于假设现在你派一个部队去抵抗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就实际上就是一个非正义的人 是吧 而我们中共的所有历史里面 居然把这个战争讲成了我们的去抗美 而实际上我们是派了志愿军 过去抵抗22国的联合国盟军 是一个维和部队 在整个这个逻辑成形成了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啊我们还知道啊就说 其实上抗美援朝战争里面呢 这个联合国盟军有主要是美军为主 所以我们就说变成抗美援朝 是美英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等 这些国家包括瑞士很多欧洲小国都参与了 新西兰啊什么都参与了啊 然后我们呢就把这个整个战争的前提给它抹掉了 就说成了是最美的战争 然后呢就在新中国的第二年就开始了这个 把美国立成了中国永久的敌人 你看从韩战开始啊 我们到现在为主 为什么中国人民心目中总把美国当成我们的假想敌 其实在历史上美国真除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抗美援朝以外 其实你哪个事实里面能找到美国与中国为敌的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是盟军 美国是我们的支持者是吧 所以呢我想啊中共其实是非常邪恶的这场战争 那这场战争首先呢在前提上我们已经是非正义之师 然后我们在宣传上呢把它宣传成正义之师 然后在整个的战争结果上啊 就战果上呢我们说成了我们是战胜国 其实这个战争结果呢其实我们也不是战胜国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原来3%就存在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逻辑啊就大家如果知道一点历史就会明白 当时说的是说啊就说北朝鲜是被侵略者 但是呢北朝鲜就已经打到汉城去了 那你想想一个被侵略的者就跑到对面的对方的首都上 这个就什么逻辑叫被侵略呢是吧 那首先呢就啊我们讲讲这个韩战呢就已经可以看出 就说并且这个韩战还有一个非常恶毒的动机 就是说啊中国人民志愿军啊大部分的军人都是啊就解放前和解放的时候投诚的或者国民党啊军队的降军和起义军 其实这里面也潜在着一个非常恶毒的一个动机战里面 就利用一场这样的战争把这些他不太信任的部队啊全部拿去填了送账了 这是多么可恶的多么恶毒的一个动机 而这个当时的啊这个战争呢本来是计划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就准备在一个夏季里面就把战争完成了 谁知道等等打了三个冬天 而朝鲜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 而中国当时的物质非常紧缺 他送过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呢 实际上已经当时在物质供应上完全没有办法跟上 那造成了就很多的军人啊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是非正常战争死亡 直接就就是啊 就说在啊 怎么说啊 直接就是冻死在战场上了 而这场战争呢 其实很多很多如果再找回现在的很多美国的当时寒战啊 士兵的一些回忆录 你就可以知道 这场战争其实打得非常残酷 兵力非常之悬殊 武力非常悬殊 打到很多盟军的士兵 已经不忍心再去打了 就等于这些中国人民志愿军 存在就是一个送死的 都不敢就不忍心再打了 当时的伤亡的比例 大概14比1 15比1这个比例 所以我们宣传的 如何伟大的一场战争 就是这样 我是因为偶尔的机会 知道了这场战争的事实真相以后 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事情 就开始怀疑 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 的确是一个挺有启蒙意义的东西 从此我就开始追究各种真相 比如抗日战争的真相 法轮功的真相等等 我就开始彻底的从一个拥共者 到一个厌共者 到一个反共的一个 这是我这个心路历程 然后呢 但是呢 怎么说吧 整个朝鲜战争呢 还有对于我们来说 还是有点点好处的 就我们首先呢 再看一下他 刚刚我再讲一讲他的胜败之分吧 其实第一个谎言我们刚刚说了 他的战争动机就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我刚讲的 就我们从一个 我们是一个非正义的战争 讲成了一个极端正义的战争 这是第一谎言 而第二谎言呢 就是这个战争的成败 胜败之分 其实我们的战争里面的 就损兵折将啊 要比当时的盟军 大概大了十五倍 十四倍十五倍 而这一点呢 有很多历史数据的 但是历史数据呢 因为中共的数据都不绝对准确 所以变成了很多的历史数据呢 也不知道真与假吧 但是呢 他总体的定量分析呢 在网络上是有很多的 可以大家去查看一下 我觉得 大概就都可以去找到 正式的数据 然后呢 当时呢 我也看过一个 叫做解密的含战文件吧 他解密含战文件呢 当时讲到呢 就说中共因为打了几年了 打了 把他财政已经打到 三穷水尽了 当时的含战 基本上消耗了 中共国的百分五十的财政收入 然后呢 中共就很想停战 很想停战呢 他就跟 去跟 就 盟军谈判 然后跟盟军谈判呢 提出来的谈判条件 我是看到的 就当时有简历文件 就提出的谈判条件呢 就是说 先休战 再谈判 然后退回三八线 是这样的条件 当时的盟军 就是说我们先边打边谈 就说边打边谈 就说我们现在是 先不停 就说不休战 边打边谈 那最后 中国当时提出的条件 就是说 休战 然后退回三八线 然后 所有外国军队 从南北朝鲜撤出 这个就是当时 毛泽东提出的 停 休战条件 停战条件 那最后结果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三八线还在 然后呢 中国人民志愿军 早早就 从北朝鲜退出了 但是美军 一直驻军在南朝鲜 到今天 那你可以想象 当时的 我们所 知道的这些 谈判条件 其实全部都 没办法实现 中国所提出的 自己的有利条件 全部的条件 还是归于盟军 是吧 人家现在美军 还住在南朝鲜呢 你说这事实是这样吗 那韩战呢 我讲了一个 首先动机 是一个巨大谎言 然后成败结果 也是巨大谎言 他这个东西 振奋了中国人几十年了 我们能挑战美军 我们能够把美军诞生 这个谎扯到老大了 是用百万人的生命 在舍这个谎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两个 韩战对中国人民 是不是有贡献呢 这点 我们真正觉得 是有贡献的 这点贡献呢 是一个无意中的贡献 就是说 韩战的时候 不是毛二代 毛暗英 在韩战中牺牲了吗 是吧 这个毛暗英的牺牲 对于我们 现在的中华 人民来说 是一个最大的 韩战贡献 如果当年美军不是 误打误撞的 把毛暗英给炸死了 我想今天中国 还是延续着老毛的政策 今天的中国 就不是现在第二经济强国了 今天中国绝对就是一个 巨型的西朝鲜 我们还在过着那种生活呢 所以韩战 对我来说 一就是启蒙了我 第一个让我看到了中共国的 撒谎 中共国的无耻 这个是我对我个人来说的 心路历程的第一大的震撼 让我从一个拥共者 变成一个反共者 第二个 就我认为 韩战对中国人民最大的贡献 就是把毛二代给撞送了 然后呢 至少能让中国人民 在八十年代后有了 八九十年代的黄金事情 现在又给这位盗国贼 把中国推向了另一个深渊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以后有机会再讲讲故事 谢谢大家